有鉴于很多民众不了解原生植物的重要性 因此新北市环保局特别补助崇光社区大学 新年地区低碳推广中心 办理112年度低碳课程 主题就针对了原生植物在生物多样性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景观的植物因为它是外来的 当它进来的时候 台湾的这些生物是不会很喜欢的 比如说它很可能不会结果 那不会结果的时候鸟类不会来 那不会结果的原因很可能就是 没有台湾的这一些昆虫去帮它传播受毒 所以为什么要推广原生的植物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 另外为了让民众更进一步认识 如何在有限的空间 种植富裕原生植物 享受绿美化的疗愈感 课程中也安排学员动手DIY原生植物盆栽 而这次选择的是台湾特有原生植物爱玉 学与小心翼地将爱玉的苗栽种在天然的盆栽椰子壳当中 同时陈世洋理事长也传授大家照顾爱玉的诀窍 陈世洋理事长强调透过这次的课程内容 学员可以真正体会到原生植物在多样性环境中的珍贵价值 然后藉由亲手动手做 更能栽培原生植物赋予爱玉 另外也可以应用在绿墙 达到节能减碳的功效相当有意义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